梁州词 唐代的诗人不仅会写诗 很多诗人都身怀绝技 比如王维的琴技 知分高超 李白的剑术那是相当了得 贺之章则是唐代知名的书画高手 而诗人王汉也有自己的绝活 边唱边跳 王汉23岁就考中了进士 他不仅才华横溢 工作也非常上进 领导都非常喜欢他 便邀请王汉到家中喝酒 其他的同事来到领导家中 都是正襟危坐 不敢乱说话 而王汉却高调的亮出了自己的绝活 边唱边跳 逗得领导是前仰后合 后来宰相张月也看到了王汉的绝活 顿时就被王汉的才华惊呆了 这么有才华 又这么洒脱 应该去边塞任职啊 于是王汉便被提拔为 驾步园外郎 专门为边塞的士兵运送粮草 一次王汉去边塞出差 正巧赶上了将士们庆祝凯旋 看到将士们庆功的场面 王汉就兴致 王汉就兴致勃勃地写下了这首梁州词 梁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 梁州词原本是传唱在梁州一带描写边塞生活的歌词 后来像王汉这样的边塞诗人就用这样的曲调写了很多梁州词 在一场惨烈的战争过后 部队胜利凯旋 刚回到营寨中 大将军就为士兵们准备了葡萄美酒夜光杯 夜光杯就是用白玉雕刻而成的酒杯 明光夜照 这里只带精美的酒杯 王汉和将士们盗满西域特产的葡萄酒 刚举起精美的酒杯 旁边的乐手是玉饮琵琶马上吹 琵琶是西域的胡人 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 催是催酒的意思 正要开怀唱饮 马背上的乐手就弹起了欢快鸡乐的琵琶曲 催促着将士们尽情喝酒 大家你振我拙 很快便醉意微微了 但很多士兵都怕喝多了 不履于打仗而不敢多喝 王汉见状便拎起酒坛一饮而尽 他晃晃悠悠的走了几步之后 还潇洒飘逸的说道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卧在经文中写成这样 左边是一只竖起的眼睛 右边是一个人 本意就是人闭上眼睛后倒下休息 沙场就是战场 来来来 打仗也要喝酒嘛 即便是醉倒在沙场上 大家也不必互相笑话 自古以来征战的将士们 有几个人能活着回去呢 刚才还在忧虑战时 而不敢喝酒的将士们 顿时心胸开阔 端起酒杯 再次痛饮起来 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写的是将士们的凶魂壮志 王之焕的枪敌何须怨阳柳 春风不渡玉门关 说的是士兵们的无奈和感慨 似乎一提到边赛师 积月或者悲壮 自然就会涌上心头 而王汉却用简单的语言 展现了将士们洒脱的情怀 一句古来征战几人回 便说明将士们早已将生死 置之度外 喝酒就要一醉方休 征战就要舍生忘死 这种因为国效力 而展现出的潇洒人生态度 也真是世间少有啊 葡萄美酒夜光杯 御饮琵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鼓来征战几人回